45 岁女性阿牙 柳汉牙 因为一手错兵进行曲 走工 又和综艺天王吴宗宪主持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拿下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不过 自从她结婚生子后 事业重心便转往中国 近日 她带着10岁爱女前往美国和知名制作人王伟忠见面 两人相谈甚欢 而成为焦点的阿牙女儿 也被许多网友赞 小公主越来越漂亮了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王伟忠25号在社群平台写道 阿牙带孩子从西雅图来LA看我 太开心了 真是有童自远方来 阳光灿烂 照片里 阿牙身穿蓝白条纹衬衫搭配白裤 戴着墨镜灿笑 一旁的爱女则穿白衣和桃红色裙子 露出修长双腿 身高已超过阿牙肩膀 网友们都惊讶留言 小朋友长这么高了呀 阿牙子一点都没变 母女俩真的长好像 阿牙笃信密宗多年 当初只透露男友名叫 在美国从事金融业 后来才爆出其原名为 是被称作转世活活的人拨切 且男方过去有过一段婚姻 两人谈了七年远距离恋爱 中间一度分手 复合后决定先生孩子 他原是复婚主义 却在女儿A的出生后 决定签字结婚 他在老公写了一首好字 自己常常会收到对方写的小卡片 感到惊喜 欣慰表示 他是我人生最好的伴侣 我们的心灵早已认定彼此 阿牙老公是新一代的藏传教大学者 喜欢写诗 听摇滚乐 颠覆大众对一般人拨切的印象 又被封为摇滚人拨切 曾出版书籍《叛逆的佛陀》 还说 佛陀原本就是一个叛逆的典范 去年3月 阿牙曾现身老公开设的《纳兰陀菩提佛学中心》 以禅学讲师身份授课 当时他素颜露面 成文讲述佛陀修道故事 和过去在电视上搞笑模样大不相同 也带领现场约30名的参与者 尽兴一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